上周申花在马贝拉遇了一些特殊的到访者四名申花球迷,从格拉纳达驱车近四小时。 来到球队在马贝拉的训练场,成为了新赛季的首批远征球迷,下午四点半左右。 当球队乘坐的大巴抵达训练场时,四名球迷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高高举起申花围巾向教练,球员及工作人员一一问好,虽然在之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,球队早已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申花球迷的身影。 不过这一次球迷突然出现在这片较为偏远的训练场,还是让球队方面稍感意外。 据了解这些球迷,目前正在西班牙游玩,他们在巴塞罗纳旅行时,得知了自己心爱的球队,抵达西班牙进行东迅的消息。 根据行程安排他们随即决定,从格拉纳达出发,奔赴马贝拉和申花来一次偶遇。 有些巧合的是,2016年1月,当时同样在西班牙进行东迅的申花,也曾历经同样的路线,先在格拉纳达进行了一场热身赛。 随后,乘坐大巴抵达了当时东迅的最后一站,马贝拉,此番现身马贝拉。 这些申花球迷直言,这是他们为了球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,直到球队要来西班牙,我们就决定要过来看一看来给我们的申花战士们,加油住他们,2019年能踢得更好。 发挥的更好新赛季,就希望年轻队员能好好成长,老队员能发挥他们的优势,让我们的申花永远的绽放。 作为新赛季首批剑正球队,以完整针冢备战的球迷,他们在场边全程观看了球队的训练课,并与主教练福洛雷斯及队员和引流面,训练看下来感觉非常好。 大家都踢得非常有精神,福洛雷斯给我们的感觉还是蛮严厉的,而且追求地面打法,都要求一到两脚出球对球员的细节,要求很高追求传控技术,主要藏的也很帅,让人赏心悦目。 我们会陪着申花一落走下去地继续支持他们,有鹏子远方来,不亦乐乎远道而来的球迷们,也收获了一份来自球队的礼物训练结束后。